《隋阳帝》 《隋阳帝》新征浦玉魂,才算江七征服,并设置了四郡进行有效统治。 随莫天下大乱,浦玉魂又开始不老实,并对之后的唐朝多次侵扰。 武德六年,浦玉魂大军进攻方舟,刺史很快就扛不住了,赶紧派人向朝廷求援。 唐高祖李渊连夜召集大臣商议对策,不久后,唐高祖让幼宵魂大将军柴少担任统帅,带领唐军火速持元方舟。 柴少不负众望,几个月就大胜而归,期间还发生一件危险而有趣的事情。 柴少不但是唐朝明家,还是驸马眼,威望和能力都称得上首屈一指,所以唐高祖才把此重任交给他。 唐军未到达之前,方舟已落入土玉魂之后,刺史防当树逃往其他地方,得知土玉魂此时正在向明州进攻,柴少下令日夜赶路,以最快的速度奔向明州。 经过多日奔波,唐军距离明州越来越近,此时将士无不感到精疲力尽,毕竟又不是铁打的,战马也疲惫不堪。 于是,柴容让士兵就地安营扎站,吃饱喝足之后,才有劲对付敌人,否则无异于损人头,没有任何胜算。 俗话说,运气不好喝凉水都塞达,将士尚未养足精神,就被土玉魂士兵发现。 他们突然对唐军发起猛攻,兵来将挡,水来突厌,柴少一边指挥手下迎战,一边观察周边地形,由于敌军数量众多,只能且战且退,暂时退守一处山谷,以此与敌军对峙,眼前的形势,对唐军非常不利。 作为酒精沙场的柴少,心里比谁都清楚,如果再想不出突围之策,很可能会被困死在山谷之中。 更要命的是,土玉魂占据居高临下的地势,用弓箭远距离攻击唐军,一时间人心惶惶,却有毫无还手之力, 部下纷纷望着将军柴少,眼神里充满着无主,甚至带有一丝丝绝望,过了一会,柴少笑着对属下说,把我的琵琶拿来,我自有退敌日策,几乎所有人都在想,已经到火烧没满的关头,将军竟想着弹琵琶,简直太不靠谱,这次肯定死瞧瞧了, 但还是按照柴少的吩咐地上琵琶,柴少神情自若地弹着琵琶,并让几位貌美如花的女子伴舞,看到这种场面,敌军顿时猛了,才不出柴少想干嘛,放下手中的弓箭,欣赏优美的琵琶声和舞蹈,柴少要的就是整个效果,给副将使了个眼色,让他带兵悄悄从背后包抄, 趁土御魂士兵放松警惕,发起突然袭击,随后大败敌军,将使终于明白,原来柴少故意用此办法,吸引敌军注意力,等待反击的最佳机会,柴少不仅精通兵法,在对子孙幻教方面也很出色,八世孙乃后周世宗柴蓉,柴蓉绝对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,只可惜命太短, 如果柴蓉多活十年,就没有赵匡验什么事了,参考子,料,新唐书返回邹虎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